在前年来到台湾演出创下了票房记录的太阳剧团 在今年又送上了新的巨马 昨天晚间先邀请了弱势家庭儿童先来观赏 就连第一夫人周美清也低调出席 陪着小朋友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 等待两年太阳剧团再度来到台湾 送上魔幻森林的新巨马 冲衣的风格精彩的特技 还有勇敢追求梦想故事 太阳剧团魔幻森林亚洲首度演出 台湾的弱势团体抢先欣赏 就连第一夫人周美清也硬邀陪着弱势儿童一起看好戏 第一夫人低调出席 却也感染太阳的热情活力 因为四百多位弱势家庭的学童 全都看着草孩 请了130位二夫联盟的小朋友 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 那最主要其实也是因为 我想是太阳剧团的整个精神 它基本上是一个有梦最美 就梦踏实的一个精神 在最冷的冬天送上温暖 太阳剧团连续四十五天 要让台湾的民众感受最大热情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